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演员的挑战,礼拜一晚上 这是我们的线上直播读书会 我是陈嘉岁,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读书会 我们每个礼拜一会讨论一个章节 那今天要讲的是第十五章,第五个练习 这个练习叫做重建身体感官知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先看过书或者是先照着做过了 那这一章其实通常在我自己上课的时候 会发现对于很多学生来讲,这张好像特别的困难 那这张里面它分成两部分的呈现 我们今天就是看能讲到哪里算哪里 我不确定说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全部讲完 然后欢迎大家就是你在实际练习 或者是说演出的时候你遇过什么样的状况 你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你可以直接留言给我 我就可以直接回复你 因为尤其是这一张 它有非常非常多很细微的变化 很多人就是应该说每一个人对于感官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所以可能在实际操作的时候 其实有非常多细微的差异性 造成你做出来跟你想的不一样 很多人会觉得自己在做的时候心里很有feel 但是观众或是导演没感觉 所以蛮多那些细致的东西 就是很欢迎大家提出来讨论 然后可能你也会看到就是其他的朋友们 之前的状况是可能有人在这边留了言 那你就会看到说其实也是有其他人遇到一样的问题的 那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解决这个大家都有的共通问题 不需要觉得说好像是自己的问题 通常其实演员会遇到的问题都一样 所以不用觉得不好意思 有的人可能觉得说直接公开留言很丢脸 问了一个很笨的问题 其实没有这件事情哦 你提出来就是其实帮助其他人可以一起来思考说 哦其实我也有这个问题 可能我不知道怎么表达 所以欢迎大家就是尽量留言 尽量提问这样子 好那身体感官知觉这一章会需要大家先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 就是书里面的第六章 讲的就是身体感官知觉 还有第八章讲到赋予生命 会需要大家可以的话先看过这两章 那这两章我们之前直播也已经讨论过了 所以大家也可以就是回去看我们之前的影片 通常我们演出的时候应该是说我们分成两个阶段的问题 第一个是你自己对于这些感官你的敏感度有多高 第二个才是你怎么做让观众看的见让导演看的见 所以如果你在第一阶段也就是说你自己的感觉其实没有那么敏锐 现在的你可能觉得说很多东西差不多 你没有特别觉得 比如说很热很冷 你可能觉得说 是啦我是有觉得热 我有觉得冷 但我不会特别做什么 我不会特别有很多的行为反应 那可能对你来讲就要先解决这个第一阶段的问题 就不用急着说我要去思考说我要怎么演 因为这一章开始我们就会要有比较多的演 也就是说如果大家有follow看前面的章节 有看我之前的直播的话就会知道 演员的挑战这一套表演系统训练里面 很强调是要做你自己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用你自己真实的感觉 而且我们希望你在做每一个练习的时候 都是有一件简单的任务 也就是说你在台上会进行一件事情 可能你在折衣服你在扫地你在吃东西 你都是会做一件真正的事情 并不是演一个感觉 也不是一个捏造出来的故事 但到了这一章我们会开始要你演了 演一些不存在的东西 比如说今天今天天气很热 台北台北很热 那可能你要演很冷 你要开始演一些此时此刻不存在的东西 可能是喝水 但你要演它很烫 或者它很冰 或者它很香 你要开始做非常非常多演的部分 那我们如何拿捏就是你不能做太多嘛 太多观众就觉得你很假 太少观众又觉得你不会演 你演的不够 所以是这一张要来练习的重点 那就是会先推荐说 大家先把第六章和第八章的部分 先去让自己经历更多更多的感官知觉的变化 你再来做比较不会觉得很气馁 因为如果你此刻对很多东西不敏感 你做起来当然会比较觉得 嗯好像怎么做都不是很好 所以给自己一些时间它有阶段性 好 那这一张里面提到的第一部分呢 指的是外在看得见摸得到的物品 对于我们的刺激 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可能天气的变化 很热很冷或是下雨了 你可能淋湿了 袜子湿透了 或者是你吃的东西很烫很冰 很酸很辣 或者是你吃到坏掉的东西 都是一些外在 我们要去如何把外在世界 应该是说我们把台上我们创造出来的 这一个虚幻的世界 让观众看见 让观众感觉到 然后跟我们身处在同一个时空中 嗯所以在这个练习里面 一开始会需要大家注意的事情是 你在准备道具的时候 你需要还是一样 你需要有实际的物品 也就是说 如果我现在要演喝某一个饮料 我还是真的有杯子 里面也有水 我只是演 它是酒或者它是咖啡 我要把饮料的属性演出来 但是我不是拿着空杯子 然后喝空气 我还是有一个实际的物品可以喝 所以对于演员来说 不会觉得自己这么虚假 因为你已经要有演的成分了 让自己还是有实际的物品的话 你比较可以找得到什么叫做 我真的在做一件事情 我此刻其实没有这个感觉 然后我要演出这个感觉 慢慢的找到平衡之后 你才能够达到所谓的写诗表演 就是我们追求我们有真实的情感 然后我们有一些实际的行为动作 但整个故事角色都是虚幻的 虚构的 所以在写诗表演里面 这个是一个最困难的事情 就是凡事都得重新拿捏 多少是刚好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在做的时候 要小心你准备道具 你还是要有真的东西 我们不是像墨具一样 就是用空气 我们有物品 我们只是赋予它不同的属性 OK 好 然后 再来是我们练习的时候 就要开始去区别 在戏里面有一些东西 我们其实是可以不需要演的 比如说 如果我现在要在台上喝一杯热咖啡 其实这件事情并不困难 我的意思是说 准备一杯热咖啡带上台并不困难 所以可能在戏里面出现 这个道具的几率很高 这个其实我不用演 但是我八成不会真的在台上 就是打架受伤 我不会真的让自己受伤嘛 角色要受伤 但演员还是完好如初的 所以受伤的这部分要演 所以我们要开始去区别 哪一些东西需要我们演 应该说通常是具有危险性的东西 我们绝对是不会伤害自己身体的 所以这一部分是我们一定得练会的 那有一部分的东西是我们可以 蛮容易可以取得 那或许这一部分比较不是我们 练习的重点 因为你都可以真的有道具 你就真的使用真的做就好了 相对而言这一部分轻松很多 但是大家听到这边就会觉得说 所以这一部分我都不用练啊 我直接去练那些跌打损伤 就是我什么踢到啊撞到啊切到 各式各样的身体疼痛就好了 但练习是有一个过程的 我们其实反而是反过来 我们得从对我们来讲最简单的事情开始练 对我们来讲觉得 这个好像不用练啊 这个非常简单 比如说可能演我吃一个很辣的东西 可能我本人非常非常怕辣 所以我对辣的记忆特别深刻 我对辣也特别有反应 所以你给我一碗面 我就可以演得很好 说服你说我现在真的在吃一碗很辣的面 我们其实是要从这个开始的 从你可以做得很好的项目开始 然后一方面是建立你自己的信心 另外一方面是去找到所谓的 每一样物品它会引起你的行为反应 有哪一些 也就是说一个不怕辣的人 他就是麻辣锅 他接过来他就直接吃 他没有任何的反应 他也不会做任何的行为 让我们知道他很辣 因为对他而言不辣啊 所以我们必须要选择对我们来说 会很有反应的物品 这个物品会导致你有非常多的行为 哇我有一连串的赞 是大家有突然心有所感吗 是的所以你要选择 你会很有反应的事情开始练 大部分的演员一开始的时候 有一点就是都会有一个困惑 我们都觉得我们很想演 那我们都会去选那些 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但是很容易只是挫折 怎么做都做不好 所以你是要重新思考这件事情的 我们是从你做得到的事情开始的 所以比如说你 你不怕辣就先不要选辣 你要选比如说你可能你怕酸 你怕冰 有人吃了冰就会头痛啊 牙齿痛啊 还是你怕甜 有的甜吃了也是会牙齿痛 或者是会觉得痰很多 或者觉得嘴巴很腻 你要找到什么东西吃下去 你最有反应 从这个东西开始做 那或是说天气很热很冷 通常会有一个是你比较有反应的 比较怕热的人 他就是一回家 他就是大汗淋漓啊 他需要擦汗 开电风扇 开冷气 换衣服 喝冰水 他会有一连串的行为反应 不怕热的人 他就坐在那边 然后只是说 哦 蛮热的 那这样就不行 OK 所以 这样的比较有概念嘛 从你最有反应的事情开始做 然后慢慢的 这一章会需要花很多次的时间练习 因为你每一次只会选三样 一次选三样来练就够了 那每个礼拜每个礼拜 不断的去换新的内容 让自己就是尽可能的都准备过 因为你知道我们大家说莫非定律嘛 你越熟悉的 你有准备的 实际工作不会发生 实际工作会发生的就是 你没准备到的那一个 你最害怕的那一个 就会是你要演的 所以尽可能的让自己 在有空的时候多练一点 准备好 OK 我可以一开始先反复吃辣 获得辣的感觉再来练 是也不是 应该说如果 前提是你要真的很害怕辣 你才有得 就是做这件事情才有意义 如果其实你不怕辣 做这件事情的效果 没有你以为的那么高 先从你最有反应的事情 那通常你非常有反应的事情 其实这个当下你倒不一定需要马上做 你应该心里面已经有很多资料库了 那当然如果说就是你心里有怀疑 当然是可以就是说再吃一次 再确认一次 但是通常在我很有意识做这件事情的当下 你知道你就有一个开始观看自己了 你观看自己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不那么 自然的行为反应 比如说你就开始想着说 我等一下会流汗吗 电视上面看到 或是看到别人 辣的时候会有一些反应 我会有那一些吗 就是对自己会开始有一点过分的关注 所以 接下来产生的行为反应 会有一点点的不准确 所以 比较是开始去留意 自己每天的生活里面 你对什么事情会最刺激你 有行为反应 比如说我自己 每天早上起来我会泡 我会冲一杯咖啡 每天的状况不一样 有的时候天气特别冷的时候 就会觉得 有热气这样子 很舒服 有的时候我会熏我的眼睛 因为我的眼睛可能因为滑手机滑很久 很累 所以觉得热热的熏一熏很舒服 有的时候是因为鼻子会过敏 所以熏一熏鼻子也觉得鼻子比较舒服 事件通常都是复合的 这也就是书里面 乌塔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先讲了一个重点是 他并不同意把感官记忆还有他们所造成的行为分开来教 也就是说你现在提到的这一点 我是不是就去吃辣 专心在辣上面 然后我就来演辣 不是 这其实是分开的 因为人类的生活经验通常都是复合式的 我们并不是拆开来生活的 这是很多人在练习的时候容易有的误解 就是以为说我是不是全部拆开来练 就会很好 有一点点没办法 你得先去搞清楚说 这件事情对你的来龙去脉是怎么一回事 比如说以吃辣来讲 吃麻辣锅 今天是我很期待要吃吗 还是其实我本来就不喜欢吃辣 今天是因为大家一起约要吃饭 然后大家觉得这家店很好做 所以我们约了这家店 但其实我本来就不想吃 我很害怕的 很多东西是复合式会影响的 所以是去观察自己的生活 不要先把它独立出来 独立出来的时候 你观察的东西可能是很片面 那就容易会有错误 所以不用急着找 比如说通常是你上课的时候 会说好你现在要做这一张了 大家回去就可以想说 天哪我要做什么 一方面是先去回想说 自己的过往生活里面 对不起我等一下 你的过往生活里面 你对什么事情特别有反应 再来是你接下来 你开始观察自己的每天生活了 如果发生什么事情让你特别有反应 那去记下来 但是先不要急着把它拆开来练 相反的是等到你已经练得很 满有进度之后 你才这么做的 在一开始的时候不要 这样有懂吗 比如说最近天气很热 但应该是说现在天气变化很大 有的时候会突然爆热 然后有的时候又回复还好 有的时候傍晚的时候有风就觉得 今天还蛮舒服的 但正中午的时候觉得天哪快崩溃了 还要出去买午餐 就觉得我干脆饿死好了 不要出去吃饭了 那些在日常生活里面发生这些moment的时候 意识到自己 所以这个当下 我走出门想去买午餐 到底有多热 我做了什么 我受这个外在因素的影响 产生了什么行为变化 然后同时也观察自己说 或许没有 或许我心里面骂了很多 我心里很有感觉我也骂了很多话 但我实际行为没有 那是不是表示事实上 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比如说有的人很怕晒 他是一定会撑伞 他一定会穿外套 或者是对他就不出门 他打电话叫外送 就是去观察自己 如何的被每一个外在因素的影响 这是你的第一步 不用急着先去分解他 不用急着先去用大脑想说 我可以做什么 这样子才会让你可以一直维持在所谓的真实 因为我们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是所有的一切是真实的 演员自己心里觉得很踏实 那无论你外在行为 对别人来说多么夸张 比如说我常举例就是 有些没办法吃辣的人 他会真的做一连串的行为反应 我在旁边看都觉得有这么夸张吗 有这么辣吗 但是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坐在我旁边正在经历这件事情 所以即使我觉得他很夸张 但我也看见他真的发生的时候 我会买单的 所以当演员在台上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即使观众坐在下面觉得说 哇有这么严重吗 观众会买单 然后观众会去思考说 哦所以你这个角色是这个样子的人 对这个角色来说这件事情有这么严重 观众并不需要跟角色站在同一阵线上 观众可以觉得 哦这个角色真的很怕什么 这个角色真的很在乎什么 我在乎的事情对观众来说可以觉得无所谓 但他可以理解为什么我这么在乎 以及相信我是这个人 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所以如何让自己心里面觉得踏实真实的去做每一个练习是很重要的 不要为了说急着想要演各式各样不同的技巧 然后就先把心里面这个东西放下 你一旦放下你是很难拿回来的 会很辛苦 所以不要急 从对你来说你最有反应 你最真实的东西开始练 然后你一定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熟悉说 哦这些东西其实有什么过程 然后尤其是如果你有伙伴一起练习的时候 也就是说你做完换别人 那你们就会看到彼此 你也会发现说不同的元素 它是如何影响不同人的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行为反应 所以你就会也越来越有概念可以去想说 哦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练 还有什么东西对我来说 我其实也是很有反应的 然后你才最终慢慢的做到 可能对你来说很细微的 比如说对于不怕烫的人 他就是一碗热汤沉过来 他就直接咕噜咕噜就喝了 那这个人要演汤很烫 汤很烫这件事情的时候 可能一开始他会需要先参考别人 就是很害怕喝热汤的人 他们会做什么事情呢 可能他们会吹一吹 会用汤匙搅一搅 会用汤匙弄很小口 就是他们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行为 我们要先去搞清楚说 有哪一些可能性 以及为什么这些人会做这些事情 然后慢慢的才找到说 哦我可以理解 他做的每一个行为动作 以及我可以真心的说服自己 我做这些也真的有这些感觉的 演员蛮重要的一个工作 其实是说服自己 而不是说服别人 我们在说服观众之前 得先要说服自己的 我们是 就是这一张提到的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第一个骗的是自己 我们骗自己 我们相信剧本给我们的所有设定 我们相信自己就是这个人 现在在这个地方发生这件事情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念 就是有的书里面 会提到所谓的如果 就是如果我是这个人 遇到了这件事情 我会做什么呢 如果我发生了 我在这个地方 发生了这个状况 我会有什么感觉呢 演员蛮需要这一个如果的 所以无论什么角色 无论什么剧本 拿到的时候 先接受他说 如果我真的是这个人 发生这件事 而不要一直质疑他 一直拿到剧本之后说 天哪 怎么会有这种人 怎么会有人做这种事情 一旦你有这个想法 你就会很难说服自己入戏 你的技术再好 也会觉得演这出戏很辛苦 那观众看起来 也其实没办法那么的 跟随着你进入角色的旅程 OK 好 如果我本人吃了辣就满头大汗 是不是最重要 练得满头大汗 才算掌握到这个技巧呢 不是的哦 我们在台上是不会 真的发生流汗这件事情啊 你演出的时候你不会是真的吃辣的东西 所以你不可能流汗 流汗是一个身体的身体机制 所以你本人是不可能流汗的 比如说我现在喝这杯水 我演他很烫 但是我不可能真的被烫到 所以这一些身体上面的机制反应 事实上是不可能出现的 所以我们才需要演 有听懂吗 所以 书里面才会提到说 并不是要去所谓的 感觉到低汗了 然后我才去擦 而是反过来 我先做擦汗的动作 我先做这些动作 就会觉得好像真的有一点流汗 因为我们人类储存记忆的方式 其实是靠感官在储存的 我们记得的都不是事件本身而已 我们是复合的储存 我记得当初很热的时候 我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当下我的感觉是什么 当下我在做什么 我们是这样子一起储存的 所以只要身体开始行动 你的情绪会很容易就可以被带动 OK 想象的辣 对 这一张里面所有的东西都不存在 所以才有的演啊 如果你现在就是真的吃辣 这不用演啊 你就会真的有反应啊 这不用演 但我们是演员 我们要演 这样有懂吗 这一张就是开始要演了 不是只是做真的事情就够了 你要演很辣很烫很冰很酸之类的 但是你要有食物可以吃 你不是只是假装吃空气 然后不是墨具 这张里面的就是这个点 大家很容易一开始的时候一直搞不清楚 你要有道具 道具也要是真的东西 但是道具没有 你要练的这个的属性 也就是说 它不辣 你要演很辣 它不冰 你要演很冰 但你有东西可以吃 OK 好 所以这是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指的都是这些 外在物品 道具这一类的 第二部分才会是 就是刚刚说的 所有的身体疼痛了 头痛 牙齿痛 过敏 感冒 胸闷 搬家 肩膀酸痛 手哪里痛 走路 高跟鞋穿了脚很痛 踢到 撞到 切到 各式各样 各式各样的身体疼痛 这放在第二部分 这一部分要小心的几个原则 一个是 好像是在之前的时候有提到过 就是说如果我本人 如果我本人此刻真的头痛了 但我的角色也头痛 我要很小心不能被角色带走 因为如果说我在演的当下 大家通常会以为说 我真的头痛太好了 这样太符合角色需求了 我就顺着这个演就好了 但它有一个危险性 如果你痛到无法说话 痛到无法顺利进行 这就影响了这出戏的进行 所以这样是不行的 所以通常如果你本人真的也开始头痛的时候 如果你本人是偏头痛 那或许我就要让角色换另外一个地方痛了 或者是换另外一种疼痛的方式 比如说头痛其实有很多种 有的时候是脑抽筒 有的时候是这种比较像这种放射线状况的 它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状况 所以选择和角色不太一样的东西来做 对演员来讲反而是安全的 才不会受角色影响 然后陷在里面出不来 所以这是第二部分的时候要小心的 好 在这章里想象的现实就是舞台所需要的真实 你做了就是真的概念 对 对 是的 就是这概念 我们常说演员在台上 你听得见 我们就听得见 你看得到 我们就看得到 只要你完全 应该说第一步是你完全相信 第二步是你需要做出来 这个东西它有什么行为反应 所以不是只要相信就够了 除了相信之外 你还需要有行为 所谓的反应其实都是行为 就是 比如说 哦我听到垃圾车来了 我产生了一个行为反应 我们通常都只有用反应两个字 但其实是行为 你的行为告诉观众发生了什么事情 呃对 所以是 只要你做了 你做了这件事情就是真的了 是的 对 三叉神经痛 经痛 对 像经痛也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嘛 所以呃大家可以去很 应该是说 其实演员通常有一个职业病 就是 你开始学表演之后 你开始知道 哇发生这一些事情 我都要仔细感觉它 所以常常有 演员车祸的当下 是脑袋里面闪过说 哇原来被撞是这个感觉 上次有 有人跟我说 他突然 就他整个人飞起来 转了360度 然后躺下 当下 很痛 也很 应该说震惊 因为是很 刹那间的 人就飞出去了 转了一圈 掉下来 躺在地上 然后那一刹那 他脑袋还是想过了一个念头说 哦 原来 在空中旋转360度是这个感觉 原来 车祸是这个感觉 就是我们的确会开始变成 无论生活里面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都很认真的想要记下那个moment 身体发生了什么事 心里发生了什么感觉 脑袋在想什么 周遭的人事物 我们看到了什么 你会越来越习惯观察自己 由内而外 由外而内的观察自己的全方位 是正常的 所以不用觉得自己很奇怪 所有演员都这么做 然后可能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你回家 你就会开始 一直会想说 啊 刚刚那个moment 我想要再做一遍 再做很多遍 让身体记起来 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比如说上个礼拜 我们讲找东西 我自己就是一个 常常在找东西的人 每一次 又在找东西的时候 我就会想说 啊 我又在做这个练习了 我现在 然后就想说 嗯 今天找这个东西 的重要性有多少呢 我去哪些地方找呢 当下我的脑袋在想什么 心里面有什么感觉 身体做了什么 就是会越来越习惯 无时不刻的 观察自己 记录自己 然后也会比较越来越看得见 别人在做什么 就是无论何时何地 在坐车的时候 等车的时候 呃 在餐厅等别人的时候 就是每天有很多机会 可以看得到路人 陌生人 就会更容易看得见这些人 做了什么行为 然后透过这些行为 可以对这些人有概念说 哦 他可能发生了什么事 他可能是一个什么职业的人 所以他会做这些事情 最终我们其实是反推 我们在剧本里面的角色 他是虚构的人物 所以我们要帮他找事情做 透过我们做的这些事情 观众理解 啊 他是这样身份的人 所以我们其实是在建立一个很庞大的资料库 呃 但这个资料库从自己开始 先不急着建立我们其他人 先建立自己的 这样你去看其他人的时候 其实会比较有概念 如果对自己还不是很清楚 就忙着先去看其他人 很多时候我们看的不太是正确的 很容易误判 好 要分清感觉的不同程度 还是要靠自我观察 是的 是的 因为 比如简单来说 对你来 我们一样吃同一锅麻辣锅 你觉得辣 我觉得不辣 所以你自己才知道 多少是辣 多少是小辣 中辣 大辣 所以只有你自己知道的 呃 比如等了一个小时 还是等了一个晚上的分别 呃 比如说心里的感觉吗 是 是 呃 等待是我们后面 十 对 十七章 十七章就是等待 等待是一个蛮庞大的议题 我们到时候可以再来仔细讲 对 所以啊 整套练习都还是建筑在你的自我观察上面哦 就是 无论是 哦 要提醒大家 嗯 可能 这本书 很多时候 大家在看的时候 会容易 以为 你要练的东西很单纯 其实不是的 嗯 嗯 这本书里面的十个练习 全部都是用第十章的结构堆叠起来的 也就是说 第十章里面提到的 我们要进来这个空间做一个简单的任务 完成它 离开 接下来才开始说第一个练习 第二个练习 第三个练习 所有的练习都是这个结构 所有的练习都是我进来这个空间做一件事 做完 离开 我不是进来演 很辣 很烫 天气很热 No 不是的 永远不会出现这个逻辑 没有任何一出戏里面会要你进来演这些感官 感官永远是角色的状态 我今天是要进来收书包 然后准备出门 但是今天超热 然后在超热的时候 我可能就想要去喝一杯很冰的饮料 解渴 降温 然后同时我满头大汗 我只是出来 早上起来 穿个衣服 换个 换个衣服 收个东西 我就已经满头大汗了 所以我进来还是来做一件简单的任务 我是来做这件事情的 我们进来找东西 我们一样是进来 就一样可能是进来收书包 然后出门 但我收的时候最后发现 嗯 怎么没有钥匙 没有钥匙不能锁门啊 不能锁门就不能出门啊 所以我现在一定得把钥匙找出来 然后才能出门 所以无论是哪一张 所有的结构都是一样的 永远是进来做一件事 做完离开 然后每一张我们加上去的新的技术 它们也就永远存在了 第一张 第二张 第三张 第四张 是一直堆叠起来的 跟肌木一样的 并不是分开的 OK 这一套表演系统 它练习的方法不太一样 有的时候的表演课是分开来 这个礼拜练这个 下个礼拜练这个 是分开的 但这一套不是哦 这一套是一直堆叠起来的 所以比如说我们 第二个练习里面提到了 第四边 接下来每一张就都还是要应用 第四边了 然后上个礼拜提到了 活在当下这一点 接下来每一张都要有 活在当下这一点了 我当下觉得很热 很黏吗 很不舒服吗 这个当下 我不急着演 接下来要做的是 我要待在每一个当下 好好的处理 每一个当下要做的事情 OK 这样有比较有概念吗 真的就是欢迎大家多提问 因为即使是我自己上课的时候 很多人都还是在 就是说每个礼拜做了之后才会 慢慢慢慢的理解 书里面非常多东西 因为表演太细微了 单纯透过文字和语言 可以表达的空间其实很有限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就是尽可能的问 你有任何的想法 任何的不确定都提出来 厘清了你在练才不会 就是你才能很 就是很扎实的练起来嘛 不会说花了很多时间力气 做很多事情 然后觉得说 嗯好像还是没什么笑 没什么感觉 实际工作的时候都演不出来 那就很浪费时间啊 所以不要 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哦 尽量问 OK 好 嗯 再来 我看一下哦 还有什么重点 嗯 好 在第二部分的时候 他提到了 时间和安静 这两个比较特别的元素 这两个元素 事实上不是身体感官知觉 就是说 嗯 跟我们刚刚说的那些东西都不一样嘛 无论是 哦身体疼痛 嗯 对啊 是身体感官的知觉啊 呃 外面天气怎样 食物怎样 我都觉得 对啊 对啊 嗯 我都有懂 他有嗅觉 有味觉 有视觉 有触觉 但时间 时间没有啊 时间不就只是一个概念吗 时间就只是我知道说 哦 我还有很多时间 还是我迟到了 跟身体感官知觉的关系是什么 以及安静的需求 这也是一个 嗯 对啊 我要很安静 我不要吵到别人 这个跟身体感官知觉的关系是什么 所以很多人练到这里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很困惑 搞不清我自己要练什么 我会建议大家先照刚刚提到的第一部分是外在世界的影响 第二部分是身体感官疼痛 这两件事情先练好了 我们再来考虑第三个 就是时间还有安静对我们造成的影响 照这个顺序链会比较清楚 那先来讲安静的需求 这个比较容易懂 就是说 如果我需要保持很安静 今天可能我进来一样好 我进来收书包 准备出门 但可能我租的房子 你知道台湾有很多这种亚房嘛 就是我租的房子都是这种墙壁很薄 就是只是木板隔间 其实都听得见隔壁邻居在说什么的 就小小一间 我就只是一个小小的房间 所以可能我是 今天我可能凌晨又出门 或者甚至我是半夜出门 大家都在睡觉的时候 所以我需要维持安静的收东西 这个会影响我的身体 你就会看到我的身体行为改变了 我可能拿东西的时候会变慢 有些东西像塑胶袋就会很吵 有些东西我就会可能要特 甚至拿起来的时候挺一拍 然后折起来都会变得比较小心翼翼 比较缓慢 动作可能甚至变大了 才能够让它变安静 就是你就可以去发现说 我的身体行为都改变了 所以它才会被包括在这一章里面 它并不是你有什么感觉 没有 但是这个因素影响了你的身体行为 所以我们一样在这一章里面练习 所以包括你要维持很安静 或者是包括现在房间很暗 非常暗 你有点看不见 那你要在这个状况之下收东西 你可能也会变慢 所以第三部分 对我来讲 我自己就会把它归为一个第三部分 这部分不是我真的有了感觉 没有 这部分是它影响了我的身体行为 所以我们也是可以先在这里练好的 所以要安静 或者是房间很黑暗 这样的元素比较可以理解 第三个就是所谓的时间因素这一点 时间因素就比较抽象 但相同的它也是影响了我的行为 如果我现在已经迟到了 我已经火烧屁股了 那我就会可能要很快很快 但大家通常误以为说 你在赶时间的时候就只是很快很快 人通常其实会在某个时候反而慢下来 所以可以去观察自己这个心理变化 以及行为的变化 时间如何影响了你的行为这件事情 部分的练习某程度而言 比较简单 它反而比较没有那一些就是说 要怎么演才能说服别人 这个柠檬这个柠檬真的很酸 要怎么演才能说服别人 我真的头痛 这个相对比较难 时间的影响 黑暗的影响 这相对比较简单 所以 我会建议大家在第三部分 再练习 OK 好 然后实际练习的部分会提醒大家 可以把事情 就是刚刚提到说我们要选三样 每一次选三个感官来做 但不要急着 一下子就把三个全部混在一起 你这样练的时候会很容易 一方面也没有练得很精准 一方面觉得自己好像都做得不怎么样 把它们拆开来练 就是说 维持你的结构 你是要进来房间做一件事情 做完离开 那我一开始先练一个感官就好 在家里练习的时候先练一个 比如说我先练习 我收东西 很热很热的时候收东西 我先做到我自己觉得 好像蛮不错的 然后我才再加第二个 做到我也觉得真的蛮不错的 我才再加第三个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练习很花时间 练习越到后面 越花时间了 越需要你把它们 这时候我们才来讲把它拆开来练了 但拆开来练的概念是这样 就是永远建筑在进来做一件事 做完离开 然后我慢慢加 慢慢加 把每一项元素练好练清楚 不要一下子就做三个 甚至我不用急着每一次都从头到尾 虽然这个练习很短只有二到三分钟 但我其实也不需要每一次都 从进来开始做到结束 如果中间有某一个片段 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自己觉得很心虚 我自己清楚知道这里我其实做得不好 你就停下来练这一部分就好 比如说无论是之前第三个练习要讲电话 我就单纯练讲电话 单纯的练到我真的觉得 我真的很相信我在跟他说话 我真的可以把它放在第四边 我真的觉得我看得见他 这个才是我们所谓的拆开来练 所以把这些东西都练熟练会了之后 再把它合起来的 这本书里面的表演技巧 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 当初设计这些练习 本来就是为了让演员 可以用自己的闲暇时间 没事就可以来练个功 练点小东西 大家都知道说比如说运动员 他可能每天去跑步 每天做很多体能训练 那舞者也是每天拉筋 歌手可能每天会练 发声音阶 就是他们的好多功可以练 但演员很容易觉得 不知道要做什么 好像就只是把剧本拿出来看一看 把书拿出来看一看 但这些都比较仅止于知识上 好像身体上没有实际的锻炼 所以才设计了这一套练习 让大家可以利用你的闲暇时间 而且自己一个人就可以练了 你不用找人说你还要约时间约地点 没有 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就可以开始练习 所以只要你愿意你随时随地每天都可以 比如说每天给自己半个小时的时间 我今天就练这一个东西 不用求多 每天如果可以很确实地练一个小东西 你一个礼拜一个月这样累积 其实很快的 大家老觉得说好像 花这么多时间感觉好缓慢哦 但其实每天累积是比我们想象中快非常多的 所以就是很建议大家把它拆开来 然后你可以就是每天给自己半小时 或是说你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至少我建议啦 一个礼拜至少两次 然后一次半小时到一小时 会是一个很好的累积 至少半小时 短于半小时说实在的 你才刚暖身完 你就结束了 真的有一点短 那超过一小时是 有的时候蛮多人就会觉得累了 那一旦你累了 你做很多东西不精准 所以当然还是看自己体力 所以我们通常会说半小时到一小时 一个礼拜两次 你就会其实真的是有很扎实的累积的 所以不用急慢慢累积慢慢前进 OK 好 还有什么吗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疑问 那这就是十五章第五个练习 重建身体感官知觉的部分 还是得要大家亲手自己做做看 做做看之外也包括大家不要害怕 就去试镜 尽量的去试镜 征选 从演出的经验里面去累积 实际去工作了 你会遇到很多问题 那你再回过头来看这些练习的时候 其实相对而言会觉得更有帮助 我自己一开始去学就是去上课的时候 第二年的时候老师又说 啊 问我有没有去试镜 我有没有去演出 我就说 哦 我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 我觉得我想等毕业了再开始 老师又说不可以 你现在就要去了 然后我就觉得 啊 为什么 我觉得我还没有很厉害啊 大家都会有一种很觉得说 想要很厉害了 想要很安心很安全 才要开始去做 但是不行的 我们其实是一个 实做和上课同等重要的记忆 所以你就是得去实际工作 你实际工作也不好 是好事 你才再回来去问说 我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可以怎么练 OK 所以大家不要害羞也不要怕 此刻的你的确可能没有非常厉害 但此刻的你有你可以做的事 有你可以演的角色 所以要同时并进哦 要上课也要去演出 两件事情都要 OK 好 很多学生都会卡在这一张 多数是什么问题 多数就是平常完全没有感官的经验 就是我们平常很容易是 就很热啊 就很冷啊 就很烫啊 就是我们蛮容易活得很没反应 其实不是没感觉 而是社会的压力 很多人之前有分享过 就是说可能他觉得 他觉得这碗面不好吃 但又能怎么办呢 他觉得天气很热 但又能怎么办呢 很多时候如果你的周遭环境 充斥着一群都是比较没有行为的人 你会容易开始妥协一切 开始觉得说 哦好像反正就这样咯 咖啡不好喝还是可以喝啊 东西太咸了还是可以吃啊 东西太甜了还是可以吃 但你就会慢慢变得越来越迟钝了 越来越没有反应 如果你都不会去做什么 比如说吃了这碗面觉得太咸 会喝水吗 会想要过水 让它变得比较淡 然后再来吃吗 你会想要去解决这些问题吗 如果你都不解决 你全部照单全收 觉得自己不要抱怨 觉得自己应该要配合别人 比如说尤其是聚餐的时候 就觉得哦 如果讲这个东西不好吃 好像很没礼貌 这家餐厅可能是别人挑的 那如果我说很难吃 不就很没礼貌吗 如果我嫌他怎么样 别人看起来都很开心啊 怎么就我一个人这么麻烦 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呢 所以很多时候在生活的群体压力下 我们开始变成对什么东西都无所谓 吃什么都可以 吃什么都好吃 吃什么都没感觉 这是有危险性的 你至少得知道当你一个人吃饭的时候 你对每一样食物的感觉是什么呢 他如果不好吃 你会解决这个问题吗 还是就算了 有吃就好了 还是就丢掉你不吃 这都不算解决问题哦 所以天气很热 大家现在就是开冷气就好 我假装不要面对这个问题 很多事情我们都不再去解决它 我们就丧失了 我们可以和这个外在 应该说这些刺激物 和我们之间可以产生很多的联动行为反应 很自然的就消失了 所以现代人面对剧本 要去演很多东西的时候都会觉得说 可是我都不会做这些事情啊 要我看得懂 我理解 我也有感觉 但我没有任何的行为反应 但表演不能这样啊 观众完全透过我们做的事情来理解的 所以我们得去找到 事实上 从我们最有行为反应的事情开始寻求 会比较容易 所以到底什么事情会刺激你 让你比较有行为反应 从这些事情开始 然后希望可以慢慢扩充 你对很多事情都开始有感觉 开始有反应 开始会想要解决他们 慢慢的 最终我常开玩笑说 最终目标可能就是要演海伦凯乐 又虾又龙又牙 这样子的人怎么生活呢 在戏里面他会做什么事情呢 但其实这种人在社会上还是很多啊 我们每个人每天的生活其实充满了问题的 不是说要让自己变成一个很难相处的人 我们不需要去跟别人抱怨 但是不要因为这样子就完全退化到变成没有感觉 为了让自己变成一个好相处的人变成我没有感觉 我都好 这就很危险了 你知道你有感觉 而当你可以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处理他的时候 那就处理啊 OK 所以这是这一张大家容易遇到的问题 就是逻辑都有懂 都知道要练什么 但是找不到东西可以练 找不到自己很有反应的事情 所以我一开始才会说 先建议大家重新 或者是如果你还没看过第六章和第八章的人 一定要先去看这两章 然后先让自己去经历一切 不要说天气很热 你就整天躲在家里 你都不出去让自己晒晒太阳 让自己经历一下 让自己大汗淋漓 就去嘛 然后比如说买菜 大家都去超级市场 吹冷气都包好好的 你都当然不会有什么行为反应啊 但如果天气这么热的时候 你还要去传统的菜市场 肉很容易就腐烂了 你远远就闻到味道了 海鲜你不用经过 就是我才在巷口 我就知道前面有卖海鲜的 你得到很多的感官刺激 你看见那些 就是青菜水果什么的 他们都是裸的 因为如果是超级市场 全部都包好了 你摸不到它 你没有触觉 你没有嗅觉 你没有视觉 我们的生活 因为科技的关系 变得越来越没有东西刺激我们了 我们都被保护得很好 所以遇到这一张的时候会很容易就卡住 OK 所以多去生活 多去让自己待在每一个环境里面 好 那今天就到这里 下个礼拜我们是 下礼拜是 下礼拜是 下礼拜把户外带上五台 其实十五十六张是相关的 第十五张做不好的时候 应该说大家常常做不完 很难做到第十六张 因为第十六张大自然这件事情就等于是感官的极致 要把它做到一个极致的程度 然后因为台湾学生的通常我们都不太去户外 我们不太去大自然 我们不喜欢去爬山去游泳去海边 所以我们就丧失了很多东西可以做可以学习 所以就是会鼓励大家多出去玩 多去就是真正的大自然里面 去山上去海边去湖边去河边 不要只是什么路边的公园 这个太太人工了 都去接触真正的户外 今年暑假我的巡回计划目前进行到一半 超过一半了 这很开心有很多人 嗨大家好 平常有在看直播的人 然后现在来到现场了 现场面对面 大家也提了很多问题 然后如果来参加工作方的时候 我们也实际操作了 大家有更理解就是说到底怎么练 或者是说有些人他们就开始自己组成一个小团队 然后可以固定的练习 这是我们最希望的 因为最终还是都是靠自己 只要你想练 你就会进步 不用卡在觉得说 我现在可能得去上班 我得赚钱 我要养家 表演听起来好遥远哦 我不可能当演员 不是这个逻辑的 只要你想学 只要你想练 你就可以用闲暇时间来累积你的技术 你中有一天是可以比较没有压力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始演 所有的生活经验都会是你非常好的养分 完全不用去担心说 如果我现在不开始我就不可能 不是这个逻辑的哦 你现在做你能做的事 然后等到你可以有余裕来真的做这个工作的时候 你就准备好了 到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往前进了 而不是说很多人以为说 好像我现在得要放弃一切 我什么投入一切的来从事表演工作 但我其实不会 那你没有办法从事表演工作啊 因为你也不出来啊 所以就是某程度而言 让自己在这段时间 可能你还没有办法直接从事表演工作 但你可以先开始练习 你可以先开始观察自己 认识自己 你累积非常多这些生活经验之后 你之后就可以直接的工作了 OK 所以永远都在累积跟前进中哦 不用对自己这么苛求 好 谢谢大家 OK 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